从这个标题上大家可以看出 我可能讲的主要还是长期问题 那么在这个讲座的后半部分 我会谈一下中国现在的一些经济政策问题 那么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就是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全国 我觉得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全国这一主题 是贯穿在这个二十大的整个会议之中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问一下 什么是现代化 实现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 实现现代化要跨过几道门槛 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 现代化和现代化的标准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什么国家是现代化的国家 它有一系列标准的 那么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现代化 国际上公认的标准 主要标准是人均收入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 发达国家人均民意GDP 以2021年美元计应该超过两万美元 大致相当于美国1960年的人均GDP 这次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发达国家 或者我们认为我把发达国家等同于现代化 现代化国家的那么一个主要标准 那么当然人均收入并非发达国家的唯一标准 因为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它还有其他许多的标准 比如收入分配问题 比如教育等等 我这里就不重复了 那么从统计数字来看 以人均收入作为尺度 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五分之一 弱还不到五分之一 可见中国赶超美国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中国的人均收入 这是美国的人均收入 2021年中国人均收入是1.25万美元 同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7万美元 应该说差距是非常大的 这个路还很远 当然我们需要强调一下 发展和增长是两个概念 因为大家知道在二十大报告中 发展的概念是被一再提出的 但是我想强调一下就是什么呢 发展和增长这两个概念是统一的 发展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 包括了共同富裕 包括了思想文化社会组织等等 更为丰富的内涵 而现代化刚才我跟你讲了 它的主要标准是人均GDP 但是呢 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 基础条件依然是经济增长 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发展 当然没有发展 经济增长也无法维持 所以呢 可以套用一个大家常用的话 就是那个有钱不是万能的 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这个增长不是万能的 但是呢 没有增长是万万不能的 那么世界各国呢 有着非常丰富的 这个发展或者增长的成功 失败经验 就我们的近年啊 东亚四小龙四小虎 他们的这个经验呢 就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大家可能记得在1993年 由斯蒂格里茨带领世界银行 发布了一份著名的报告 叫做东亚奇迹 那么他强调了三点 就东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资本积累 这资本积累包括有形的 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这第一条资本积累 第二呢 是高水平的国内储蓄 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国内储蓄 这个投资是无法支持的 第三呢 这些国家和地区 它的宏观经济管理非常出色 所以一直维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 那么东亚经济体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呢 根据市银行的计算 三分之二来自较高的投资水平 还有一部分是人力资源素质的不断提高 三分之一来自权要素的提高 所以我这里想强调一下 三分之二是来自较高的投资水平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哪呢 这个是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做的这个研究 咱们中国许多专家也做了研究 那我现在呢把这个国外的这个研究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根据这个国外专家的研究 在这个1980年到89年 就咱们改革开放的前十年 中国经济增长呢 应该是差不多9%到10%的样子 那么在这个9%以上的经济增长中呢 有3.2个百分点是来自于 这个所谓的全要素生产力 然后是这个劳动的投入 第三呢是人力资本 这个劳动的投入 这是前十年 那么我们先我们看看 2010年到2019年呢 情况发现了比较大的变化 就是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呢 减少了 这个人均资本 就是资本存量的贡献增加了 当然劳动投入的贡献减少了 简单说来是这样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这个贡献率的相对的变化 比如这前十年和这个2010年到2019年 大家看到这个全要素生产力 原来在前十年是3.2个百分点 那么在10年到2019年呢 这是1.1个百分点 全要素生产力 这个概念呢 是一个非常宽广的概念 它实际上就是 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了 那么你拿经济 你拿这个投资的 拿资本存量的贡献 你计算 然后你再计算这个劳动的贡献 你把这些概念 把这些贡献都刨出去之后呢 还有些贡献你是没法解释的 没法解释的 在索罗的经济增量理论中呢 它叫剩余 那么这个剩余 它包括的这个 它含义是非常广的 它可能 它可能真是 是由技术进步造成的 也可能是由体制改革造成的 也可能是由其他总有原因造成的 这里我想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在我们在这个最后这个 最近这十年 它这个资本的贡献增加了 这个所谓的剩余 也就是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 贡献减少了 它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因为我们投资太多了 所以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减少了 还是说呢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 贡献减少了 为了维持经济增长 我们不得不增加资本的投入 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关系 需要捋清 我的看法就是什么呢 由于种种原因呢 这全要素生产率的 这个贡献减少了 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 为了维持一个相应 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增加资本的投入 这是我对这个 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一个看法 这个看法之中 还包含了一个隐含的结论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实际上还是有机会 有办法 可以想办法 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的 如果这个贡献增加了 那么可能按比重来讲 这个资本的贡献 可能就是会相应的减少 那么 从长久来看 就是在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中 它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刚才我讲的是资本 劳力和这个技术进步 那么这是一个角度 另外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 那么所换的这个角度呢 我想在这里所说的呢 就是它有四个主要的动力 它这个四个动力呢 也跟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相关 一个是工业化 第二个是城市化 第三个是产业结构的调整 日本人说是产业的高度化 第四个呢是国际化 这四个呢 都会对经济增长 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那么 这四个重要的推动作用 跟我刚才所说的 全要素生产率 资本 劳动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觉得它们实际上是一致的 但是是从不同角度来谈 在很大程度上呢 你可以把这四化呢 归纳到 全要素劳动生产率 这个范畴之中 正是由于这四化 所以我们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呢 它对经济增长呢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这个四化停滞了 那可能我们只能更多的 依靠资本的投入 那么先看看工业化和人均收入的增长的关系 左边这个图是英国人均收入的增长史 从这个图你可以看到 在历史的长河中 直到1760年代 1760年 那么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 在这之前 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是非常缓慢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非常缓慢 基本没有什么增长 那么这一段时间 就是差不多是1700年的这个长河之中 人类基本上是出于什么呢 马尔萨斯陷阱制度 就是说劳动生产率太低 因为你依靠的是农业生产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 如果由于天灾或者人祸 或者是由于某种好的消息 这个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也就是人均收入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那么它马上导致什么 就是人口的增长 那么人口一增长 这个人均收入又降了去了 它之所以不能突破这个陷阱 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工业革命 大家都知道 在1348年到1350年 欧洲发生了黑死病 黑死病之后的结果 是欧洲国家 比如英国 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 这很容易理解 人死了 2700多万人死了 这整个欧洲范围 它的好的土地就留下了 那么人们耕种这个好的土地 那劳动生产率自然就提高了 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之后呢 人口就增加了 人口增加之后呢 劳动这个人均收入就马上就降回去了 所以这个过程直到1760年之后 才发生变化 就是什么 它劳动生产率能够提高了 这样人均 这个收入也就能增加了 所以是快速的增加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 也就是说工业化 对人均收入的增长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人均收入与城市化率 也有密切的关系 从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人均收入 和城市化率是相一致的 是正向相关的 特别是在这个人均的 这个GDP在1万美元之下的这个时期 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人均收入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高 换句话说 即便你不增加资本和劳力的投入 你这些人口是居住在一个 比较密集的城市之中 就仅仅凭这一点 这个劳动生产率就能提高 人均收入就能提高 当然随着人均收入的逐步的提高 城市化率对于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它的作用是会逐渐递减的 那么这是这个Max Spence 就是著名的这个经济学家 他领导的一个小组所做的统计 他这个统计不见得太对 但是呢 这是我所能找到的一个 比较可靠的一个统计 这里反映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城市化率 和人均收入的这个相互的关系 按照他这个说法呢 就是改革开放之后 城市化率提高了 原来是人口是流动 是严格限制的 那么随着这个城市化率的提高 这黑线代表城市化率提高 他这个不特别明显 不特别明显 他这用的是指数 这大家注意 他用的是指数 不是咱们平常所说的这个城市化率 咱们的城市化率 中国在去年应该是 这个差不多是这个 百分之六十四左右 已经比较高了 但是呢 像这个日本是九十左右 美国大概是八十左右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这个纵轴 它是一个指数 它不是简单的 这个城市化率 也不简单 也不是简单的 这个人均GDP 但你先不用细扣它 你就是知道这点就行了 比如说他认为中国城市化率 在1960年是16% 在2004年是39% 刚才我说了 目前一个是60%多 那随着这个 这是时间的推移 它城市化率呢 再提高 那么他这个人均收入 它也在提高 所以说呢 城市化率和人均收入的提高 它是正向关系的 但是也需要强调一点 当你城市化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它对人均这个GDP的增长的贡献呢 就会减少 那么除了城市化率 我们还要提到一个什么 就是产业结构的提升 在这里头 从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农业 农林牧业 这个制造业和服务业 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 从这个图可以看到 这是农业 从1970年开始 农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呢 它是逐渐低渐的 它现在已经不到10%了 那么这个制造业 工业它的贡献呢 一直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 大家可以发现什么呢 在这个最近这20年来呢 服务业 它对GDP的增长的贡献呢 是越来越大 我没有找到咱们中国学者所研究的 就是产业结构提升 对人均GDP的贡献 这个研究结构 我现在还没找到 但是可以设想随着产业结构的提升 那么人均的GDP的增长也会随之而提升 当然这种关系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比如你服务业发展了 这生活质量提高了 但是呢 这个人均GDP的增长 是否能够像制造业增长 对于人均GDP的贡献那么大呢 那是不一定了 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 刚才我已经讲了工业化 城市化 产业结构的调整 那么现在谈一下这个国际化的问题 所以国际化的问题 我这里主要指的是什么 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问题 那么在早期 在改革康复之后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 大抵是依照艳性模式 这个李小教授是非常熟悉的 那么这个概念呢 是日本学者提出来的 就是日本比如说 他先搞纺织业 然后搞重化工业 然后搞电子工业 他随着产业升级呢 他把一些已经落后的成熟的产业 就转让出去了 比如韩国呢 他就承接了他的这个纺织工业 那日本把这个重化工业这个退出之后呢 那韩国又接了重化工业 然后呢 韩国又进入到日本比较擅长的 这个这个制造业和这个电子通讯行业 展开竞争 他是按照一个这个宴行模式 一个头宴在飞 后头是宴在追 后宴要追赶前宴 这是我们原来所理解的 这个参与国际分工的一种方式 那么实际上呢 在八十年来之后呢 他主要的参与国际的分工 就除了这个宴行模式之外呢 一个更重要的方式 或者是更引起公众注意的方式 就是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 迁入到全球产业链 或者一种说法就叫做国际生产网络 这样一种加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这个方式 和这个宴行模式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主要是以产品为中心 如半导体集成电路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那么参加到这个国际生产网络中的这些国家 都尽可能的实现在这网络中的升级 向高技术高增值的环节升级 这是我们后来的这个参与国际分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那么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生产这个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 大家看这个图 这是一体化的工厂 就是说这工厂它分很多不同的生产阶段 比如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这是最后一个阶段 这个上头这个这个横条和下头横条呢 它是同时进行的两个不同的生产阶段 而上头这个生产 生产阶段又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生产阶段 那么所谓的这个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呢 它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价值链的它的破碎化 就是生产的各个不同的阶段 由于比如关税壁垒的消除 由于运输成本的下降 还有由于你这个产品本身的一些特质 它就可以把不同的生产阶段 分散到全球各个不同的国家 哪个国家生产什么是最有利的 最便宜的效率最高的 我就把这个生产阶段放到那个国家去 那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全球的生产网络 或者是全球的价值链 有的时候呢价值链是非常长的 有些产品 比如说咱们这半导体 那么第一阶段 它可能是在日本生产规定生产晶圆 就是没有加工的裸晶圆 然后呢把它转到美国 去生产极生电路晶圆 然后呢也在美国呢 它切割去小变成小的这个芯片 然后又封装测试等等 它是绕了一个大圈 那么我们把它叫什么 就是一种可以把它叫做一种 环形的这个全球产业链 那么最终呢 中国生产最终产品 生产完了之后呢 又返回到美国去卖 这就是一个复杂的全球价值链 这是以半导体为特征的 还有一种这个全球生产网络呢 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叫做是放射型 比如咱们这个C919 它有13个子系统 每个子系统底下又分很多子系统 那么每个子系统或者子子系统 它是由不同国家的不同的生产商所承担的 你看那C919 生产商包括多少 你看这是美国的 德国的 法国的 英国的 各种各样的国家 对吧 当然 有咱们中国自己的 比如说这里头 这个尾翼 这是咱们中国制造的 机身是咱们中国制造的 这个所谓的高寒道比发动机 则是美法合资公司 他们制造的 要把这13个子系统把它集成在一起 才能形成我们的大飞机 它是发散型的 不像这个我刚才说这个环形的这个生产网络 环形的生产网络 你这一个环节断了 那整个环节整个网络就就不能运转了 这儿呢 虽然还能运转 但是你缺一块也不行 炸飞机也造不成 这就是全球生产网络 我们参与到这样一种全球分工之中 它的最大好处是什么 它是效率提高了 就是参与全球价值网络 价值链提高了生产效率 增加了国民服务职 但是呢 也提高了中国产业体系的风险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注意什么呢 我们的产业体系要有可自足可供性 而这个自足可供性呢 在很大程度上 又建立在什么呢 这个国民 我们的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上 中国的产业体系在世界上是最完整的 因为我们会有比较好的工业技术 直到工钱位置也是最完整的 完整了吗 它就容易应对外部的冲击 但话又说回来 完整性本身可能就是什么 效率比较低的那么一种代名词 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完整性和自足可供性之间找到某种平衡 那么实现这种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呢 就是这个生产体系要有适用性 美国现在也在强调适用性 我不能什么都能生产 什么都生产 但是呢 如果需要呢 我什么都能生产 这种能力是非常重要 比如我这个工厂 我不能只生产专用机厂 专用机床 我还要生产什么 通用机床 那如果这个产品 由于原材料我不能生产了 或者没有市场了 我不能生产这个产品了 这个专用机床可能就没用了 但是我还有通用机床 这个通用机床就可以生产出 专用设备生产 然后用这专用设备生产 我们所需要的新产品 所以呢 一定是什么呢 要考虑到完整性 自主可控性和适用性 而在这之间呢 搞发现个比较好的平衡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比较 就是在这个全球竞争中呢 我们就能够站稳 而且呢 不怕其他国家的封锁 而在这里头 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呢 就是要掌握 搞新技术 而实现高新技术的掌握 这个过去我们主要是靠了两条 一条是购买大型乘套设备 你们上海非常清楚 宝钢是从日本购买的大型的乘套设备 我们希望购买了这个大型的乘套设备 在这个设备技术上 不断进行革新改造 我们掌握了新技术 还有一个呢 就是引入外资 直接把这个外国资金 把这个外国的经营管理全引进来 那么希望通过什么呢 用市场换技术 那么这两种基本方式呢 它各有优趣点 那么现在我们对于市场换技术 这条路径呢 它的缺陷 我们看的大概是比较清楚的 韩国 它的汽车 它是自己产的 因为在早期 它不允许FDI 它是借钱 然后自己搞研发 我们的是搞FDI 所以中国满街跑的 都是外国品牌的车 中国自主品牌的车呢 还是比较少的 当然我并不是否定市场换技术 这样一种方式 但是呢 我们要看到这种方式的这个特点 它的这个弱点和缺点 总而言之吧 我们现在要依靠自主创新 那么要想实现自主创新 我个人认为呢 产业政策是不可避免的 还是要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 产业政策呢 那实际上就是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 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 产业政策如果用烂了 它的消极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要找好各种各样的平衡 刚才我讲了 就是这个能够提高中国的 全要素生产率的那几个重要方面 再重复一下 就是这个工业化 城市化 产业结构的提升 国际化 那除了这些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的 就体制改革 到底我们要做哪些改革呢 这个人者建议 人者建议 制者建议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 我呢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原来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 这个hoffman birth的观点 他认为中国可能要搞什么改革呢 就在未来 一个是退休制度要改革 一个户籍制度要改革 服务业进入门槛要降低 要减少私人投资的负面清单 等等等等 有些时间关系 我不重复了 这个名单在这我已经列出来了 这是讲的这个长远的这个经济增长 就是说中国要想维持经济的持续的稳定增长 有许多非常重要的长期因素必须要解决 就刚才我提到的这些长期因素 那么现在剩下的时间呢 我把它转到什么呢 就是近期的这个中国的经济增长 这个问题上 从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呢 2010年第一季度 2010年第一季度 中国GDP增速什么呢 是12.2% 12.2% 那么到2019年第四季度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6% 从这图你可以看到 是一直在下降 我们曾经谈到说中国经济是走L型的 这L型的这横杆到现在我们没看到 没有看到 我可以说是个到V型的 所以这里头就有非常大的问题 那就说中国经济从2010年之后 它的持续卸价是不可避免的一种长期趋势 就是像我刚才举的那几个长期的因素 它已经耗尽了 它已经不能推动经济增长了 所以呢 我们只能接受6% 5% 4% 甚至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 还是说呢 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是个短期政策 在这个政策上出现了问题 我想利用现在的时间讨论一下 剩下的时间讨论一下 总而过去我们实际上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有许多学者认为呢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这样一种下降 从12.2%降到6% 或者从年率上来讲 从10%降到6%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呢 人口老龄化 环境制约 由于规模大了 所以编辑收益递减 改革之后 主要是这么四个主要论点 那么我觉得这些论点呢 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呢 这些因素 有些早就存在 在高速增长的时候 它也存在 对吧 所以这样一种长期因素 它是无法解释年度和季度的变化 中国确实是人口老龄化 2012年呢 这个劳动年龄人口已经下降了 这个去年大概是人口总额 也下降了 但这种长期因素 无法解释年度甚至季度的变化 对吧 那些都是慢变量 是基业成球的 你人均 你这个人口老龄化 它每一年 每个季度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小 可以忽略不计的 它时间长了才能表现出来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的问题是 逐渐 经济增长速度 逐渐在下降 所以我认为那些解释呢 虽然有一定道理 但是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什么原因呢 我的看法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持续下降的原因 是过早退出了扩张性 宏观经济这种层 也就是2008年 中国受到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 在那时候我们引入了4万亿 刺激经济增长 但是由于4万亿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很快就退出了 基本上在2010年就开始退出 那么这样一种退出呢 使得我们没能够很好克服 全球经济危机所制造的冲击 就是始终没有解决 中国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而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 连续10年下降 会产生某种实质效应 比如说你失业一个月 两个月没什么太大问题 你给找到工作 你的生产能力还是照样很强的 但你失业一年两年 你根本就回到原来的工作坏了 企业关闭一两个月 或者停产一两个月 减产一两个月 没有问题 但是你停产兼产 一年两年三年 这企业就垮了 所以这叫迟滞效应 本来是可以有个比较高的 经济增长速度 但你认为 这个经济增长速度不能那么高 我不去争取实验一个 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那以后你想高也高不了 所以说中国GDP增速下降 有长期结果性原因 但主要是我们自己的 宏观经济政策问题 最近应该说是19年 中央提出了稳增长的政策 我认为这个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那么2022年 说到今年经济情况 宏观经济情况到底会什么样子 我们知道 由于新冠疫情 我们今年年初所致应的 5%到5.5%的 经济增长目标 已经无法实现了 能不能超过4%呢 现在说不好 上个季度是3.9% 前三个季度是3% 所以说是相当困难的 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讨论 那我这里就先不多说 那么我现在想提的一个问题就是 面对目前的形势应该怎么办 有这么三个问题 我觉得需要考虑一下 第一呢 新冠和新安营的政策 是我们执行扩张性 财政货币政策的一个应约数 我觉得在年初中央所提出的 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 但是政策方面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由于疫情的爆发呢 这种政策呢 它难以贯彻执行 这是一个应约数 就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是否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受新冠政策的制约 而且这种制约是硬制约 那么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方面 我现在不管 不考虑这个新冠政策 那么就我们宏观经济政策本身 在执行的层面上 也有不少问题 需要改进 即便没有新冠问题 如果我们不改进执行层面上的一系列问题 那么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也不能发挥它的效益 也很难实现我们的经济增长目标 关于新冠问题呢 由于我不是专家 没有什么发言权 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背景的信息 那么我们现在执行的是清零政策 为什么要实行清零政策呢 这个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专家 康健表示 全球的流感平均死亡率是千分之一 而奥密克隆变异株的死亡率 是百分之0.75% 也就是万分之75 是流感的七到八倍 简单说 中方的流感死亡率是千分之一 这个新冠它的死亡率是千分之7.5 所以是它的七到八倍 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说法 那么由于中国人口基础大 医疗体系可能受到冲击 所以我们必须实行清零政策 那么在我们制定清零政策的时候 我们对标的死亡率是流感死亡率 刚才我强调了一下 流感死亡率大致是百分之一 但是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是小于百分之一 这个说法不太一样 我就直接援引康健 他的这个说法 就是流感死亡率是百分之0.1 也就是千分之一 我们要对标 我们要对标看看 那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信息 那么根据英国的统计数字呢 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后 全球出现了这个早期的这个新冠 它的死亡率是流感的20倍以上 20倍以上 后来呢 由于开始打这个防疫针 所以死亡率和这个流感相对比呢 它开始逐渐下降了 那么奥米克隆到目前呢 它的死亡率是明显低于什么呢 明显低于流感的 这是英国的统计数字 从这图可以看到 它就说你很 你是不能够把这个初期的死亡率 和以后死亡率加起来 然后除一个数 然后你得出了它这个死亡率 就是死新冠非比新冠 这点我觉得还是应该注意的 那么日本最近有一波 这个新冠的这个爆发 那么根据日本的 厚生省的统计数字呢 它是这样的 就是40岁以下人 它的死亡率是零 50到59岁 它的死亡率是万分之五 60到69是千分之一 也就是60岁到69岁 这个年龄段的人 它死亡率和流感是一样的 那么70到79 它是这个千分之94 80到89呢 是2.67% 90以上是45% 换句话说呢 60到69等于流感死亡率 70到79是这个流感的9倍 那么80到89呢 是27倍 90呢 是45倍 也就是说死亡率 老人的死亡率 确确实实是非常高的 但是另一方面的年轻人死亡率比较低 所以我面临的挑战就是什么呢 如何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 这确确实实重重之重 在另一方面呢 我们要考虑就是如何最大限度的减少防疫政策 对人民正常生活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这是我们必须要处理的问题 那么武汉封城 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 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现在 中央提出要精准防控 那么精准防控 是否可以更多的考虑如何保护老年人 在这个预防检测和治疗方面 以这个为中心 而不是以行政单位为中心 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问题 因为我是研究宏观经济的 通过我自己的调查和研究 确实是感到这个宏观经济政策 是否能够有效的发挥到的作用 要受到我们的防疫政策的制约 所以我也不得不去谈一下这个问题 好 我们现在不谈关于这个新冠问题了 我们还回到这个经济增长 那么我们经济增长速度持续的下跌 那么它更直接的原因 从这个图里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什么呢 中国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 经济增长非常倚重于投资 特别是如果经济出于一种不紧急状态 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跌 我们往往什么 往往要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 来抵消各种各样 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使经济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 然后呢恢复自主增长 那么我们看一看 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变化是什么 首先2009年 这是不太正常的时期了 这时候要使用过程性政策来抵消 外部重新的影响 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上 是30% 一度不是全年 那么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呢 一度达到了42%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 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 都是两位数 都是20% 30%这么高 那么从这图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 持续下降 这是新冠病毒 新冠流行之后 急剧下降 这个反弹有基础的作用 所以这个不能看这个 你可以看到什么 它是持续下降的 就是固定资产投资 那么这个浅灰色线呢 是基础设施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呢 它是高于固定资产投资的 为什么呢 这固定资产投资是最高 它是被基础投资 它给拉上去的 对不对 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基础设施投资 一般来讲 都是高于这个固定资产投资 它是通过它来 拉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 那么后来呢 你就看到 它跟固定资产投资的 这个增速呢 是同时往下走了 也就是说 它不起拉升作用了 那么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呢 它是0.4% 42%到0.4%差了是100倍 你可以想想这样一种变化 它能不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产生巨大的作用吗 非常简单 对吧 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 那是因为什么 我们担心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知识基础设施投资会增加杠杆率 会增加我们的金融风险 所以呢 我们后来呢 逐渐就 而且不是逐渐 很快就退出了 就是不用这个基础设施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 那么2022年呢 我觉得政策是发生了变化 中国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力度 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加 2022年 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的话 我想2022年中国实现5%或者5.5%的经济增长速度 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现在的2022年 中国财量有相当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可能必须要增发国债 来弥补财政资责 由于实验关系呢 我就不去非常具体的讲这个问题了 我想强调是我们年初的计划是正确的 当然由于出现了意险不到的情况 那么我们原来的这个财政扩张力度 恐怕不够了 也就是原来我们制定的财政政策 我们限定的这个财政赤字 现在这个会超过去 会超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 不得不追加政府债务 也就是增发国债 也有一种办法 就是减少财政支柱 很多地方政务已经在做了 这样一种做法 我认为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总而言之吧 今年的财政应该是比较困难的 对此我们应该有这个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那么我们依然是要执行扩张性财政的 尽管财政非常困难 因为你不执行扩张性的这个财政政策 我们的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跌 我们的财政困难会进一步的加剧 那么实行扩张性的财政 我们刺激什么 刺激消费 刺激投资 刺激出口 它都各有利弊 由于实验关系 我就不多讲了 大家可以进一步的讨论 我现在只想提两个问题 就是财政政策在执行层面上的问题 是执行层面上的问题 是操作性的问题 实操问题 这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 有问题 而一个呢 我们专用债的管理存在问题 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的主要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本身是产生不了什么现金流的 它是没有什么大的收益的 我们要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 那么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吧 一般情况下来讲 你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来给基础设施投资融资 这是对于投资者来讲 基础设施的建设者主体来讲 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甚至是零成本的 那么它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中央财政不想出钱 地方政府一般财政能出的钱也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要靠什么呢 专项债 专项债是很好的一种 相对而言是最廉价的 但是这个专项债本身还完全不够 所以你还得卖地 你地没有了 那你就什么 你就只好发 比如说成都债 甚至很多飞标产品 那么中国目前的情况就是什么呢 就是预算内就比较便宜的资金 用于知识基础设施的比重 大概也就是20%左右 80%呢 是要靠自筹 要发各种各样的债 特别是成头债 成头债的占的比重非常大 当然还要向银行借钱 这些市场主体 它在给你提供资金的时候 它必须要考虑回报 而你这些项目肯定是没有什么回报 当然它风险就高 风险高呢 它就要提高利息率 所以这些成本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样一种做法呢 虽然降低了中央财政的风险 但是加大了地方财政的风险 虽然降低了显性的财政风险 但是呢增加了隐性的财政风险 所以我们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团体 主张什么 还不如把这个隐形的这个债务 变成显性债务 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增加中央政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那结果当然是增加了我们的财政赤字 那与其明着把财政赤字提上去 就是这个这么做法 比这个你把这个财政 这个融资的负贷加到这个地方政府 而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法完成这种筹资 但与其这么做 还不如把问题简介化 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两害取其轻嘛 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是这个增加这个政府财政赤字 咱们平常看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赤字 财政赤字要通过增发国债弥补 增发国债对于中国资本市场 金融市场 它的这个积极作用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我相信我们不会存在什么主权债危机的问题 发债是解决中国财政困难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重要的方法 然后还有专用债的管理 就管得太死 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 所以许多地方存在什么 专用家用不掉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技术性比较强 时间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 关于货币政策的问题 前一段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呢 无论如何呢 在我目前情况下 货币政策是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金手 关键问题还是财政 那么关于货币政策的问题呢 我认为的是要进一步宽松 要降低利息率 尽管美元的升息 对我们的这个执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外部条件 就是 就是他外部条件是不好的 他造成了一切的困难 但是就我们中国目前的情况下 我觉得别无选择 我们只能是进一步的放宽 利息率恐怕还要下降 而货币政策要支持财政政策 如果财政政策本身 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的话 那么货币政策 它也很难发挥很大的阵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要解决一个防疫问题 我们要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那么我们还要执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来支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而美元 美国升息人币贬值 这样一些困难呢 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由于时间关系 我想我就不多讲了 本来我